主内平安 现在让我们听一位圣人的故事 向他学习如何爱主爱人 1月20日 圣巴斯蒂昂 殉道者 Saint Sebastian 圣巴斯蒂昂诞生在教会饱受迫害的时代 为了援助为真理而被求的教友 巴斯蒂昂加入罗马警卫军 一支为掩护暗中援助教会 马尔谷 马策连弟兄二人被捕后 意志稍有动摇 有幸赖巴斯蒂昂恳切开导 择以大意 两人才决定宁死不屈 戴克里先登皇位后 着升巴斯蒂昂为警卫军队长 286年 罗马官府对教会的迫害更加猖獗 巴斯蒂昂的教徒身份终于暴露 皇帝下令将他交于弓手 乱箭射死 他被绑赴刑场 乱箭如雨点般直向他射来 圣人倒卧在地 人们以为他死了 炼葬他时 见他还未断气 就抬到家里养好了伤 圣人不愿意离城逃奔他乡 某一天 他在皇帝路过的地方等着 皇帝过来时 他当面指责他迫害现有的罪行 皇帝大怒下令将圣人用乱棒打死 投入阴沟 有一名贤妇 得惜遗体所在 私自往那里取回 在那个地窖 建有圣巴斯蒂昂大堂一座 谢谢您的聆听 愿圣主祝福您平安喜乐